我們今天的環境新聞比較特別 因為我到香港來旅行 所以我也到香港的一些古蹟 或者是到一些比較有趣的地方去逛逛走走 那還好我身邊這一位非常重要的 香港的文化保育人士 原智人也一起跟我們到這個地方來逛一逛 那在過程當中 他帶我們看了一些在香港古老的一些建築 但是這些古老建築遇到了這些所謂的地產商 他們其實面對到開發族的問題 很多的古老的建築這些古蹟可能都非常的不保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要來訪問原智人 來跟我們談這樣的話題 原人你好 大家好 我想先請教你們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建築什麼房子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這個其實是一個就是密室的一個建築物 它是用英國的建築風格來建的一個建築物 這本來是拉到土地之後 這個建築物變成它的豪宅 如果有英國人過來住的話 他要給一個房間他住 樓下有一個旗桿 每到一個英國的官員住在這裡的時候 他會升英國國旗 這個建築物本來它是一個一級的歷史建築物 但是後來的政府說這個建築物變得很破爛 所以他把它變成二級 這個歷史價值就剛剛低了 你看到這個建築物 看起來好像鬼屋 因為它現在對香港人來說 它是香港其中一個最多鬼的一個地方 我們來這裡不是看物資 是看鬼 到十幾年前已經賣給了發展商 在香港的法律來說 如果你拿到最高級的一級的話 一級的歷史建築發展商也可以拆掉的 也是可以拆掉的 對啊 所以在香港來說 除了大概是一百多個法定的古資 就是跟台灣的國定的古資一樣的 之外 其他的建築物都可以拆 但是在香港大概有一千五百多個歷史的建築物 歷史建築物 在這個名單裡面 但是有這個變成了那個法定 國定的古資 法定的古資 只有一百多個 所以其他的一百四十個 好像只一個都可以拆掉的 如果要把它變成咖啡廳 還是減廣之類的 可能這樣的錢不多 對 因為可能對發展商來講 可能就是我把它蓋掉 從先去做物業去做大樓 我賺的錢一定會比咖啡廳還要多 對啊 他可能是賣一個房子 就是一零一港幣 所以這個天文數字 你賣多少個咖啡也不行 我記得第一次見到 原人是在艾錢圍的一個拆遷案 那時候其實我們看到像艾錢圍 也是一個幾百年歷史的聚落 或者是在香港也有類似這樣一個 上百年的這種或近百年的這個古蹟 都面臨到地產商的這種所謂的土地的利益 這在香港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嗎 對啊 特別是指年 比方說我們解一年年頭的時候 有一個教堂 就幼齡堂 他就是這個地產商 就是跟這個教會合作 就是把這個歷史的古資 這個教堂拆掉了變成這個樓房 這個業主很多可能是一百年前 可能是八十年前四十年前 用一個很便宜的這個 跟政府買了一個地 可能是政府給的這個地 可能一塊錢港幣啊 一千塊錢港幣啊 這是免費給你做這個教堂啊 做這個社會福利的東西 社會福利工作 但是後來呢 這個他們那個教會說 哎我不辦教堂啊 還是蓋房子賺錢 我們的魔鬼不一定是地產商 可能是教會 可能是這個社會福利的工作單位 香港的古資發力 發力啊 是1976年定立這個發力 但是到現在還沒有改過 所以我們之前 可能十多年前 發生了一個天生王后碼頭的 古資保全那個很重要的社會運動 也是在香港非常顯著的一個重要社會運動 對對對之後呢 之後政府就說 原來把古資保全是有緣關心的 那麼政府就是發新了 支持著政府 立了一些行政命令 它不是法律來的 它就是哎你做古資保全 可以這樣做 但是它說到現在 它的法律還是沒有改動的 1976年到現在都沒有改動 我們說五十年不變啊 香港五十年不變 原來不是香港的政治體制 現在是香港的古資保全的發力 每一次我都說台灣的例子 台灣是比較運氣比較好啊 對我們來說啊 如果這建築物變成咖啡廳呢 變成檢囊館 可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可能有人說是相約化 但是對我們來說 可以留下這個建築物 不用拆掉啊 不用很大的改建啊 這是很好的 幫我們分析了在這個香港的這個 所謂的歷史的發展 特別是在這個地產商跟古籍之間 保存之間的這些衝突 以及香港政府在面對這些問題 具體的一些具體的這些做法 或者是態度喔 那原人剛剛講到一件事情 雖然看起來有點這種所謂的沮喪 或者有點挫折 但是他也談到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至少先把這個房子保存下來 之後要怎麼做 實在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也要不斷的跟大家提醒 說一個沒有歷史的城市 事實上它的靈魂也會到處的飄蕩 那一個人是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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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城市的歷史是非常非常重要 今天非常謝謝原人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那待會我們也會來繼續看一下 這個禮拜有哪些重要的社會運動新聞 歡迎來到關鍵新聞 在上禮拜灿烂時光會客室節目當中 我們談到了原住民族的媒體 使用了這個承攬人力的問題 造成許多他應該得到的福利 其實都沒有辦法得到的這個所謂的照顧 同時我們也看到了整個背後制度上面 讓這些原住民的員工呢 其實沒有辦法好好的去發揮他的理想跟所長 長期在處在一種不穩定的狀態 這個是國家媒體不應該去發生的事情 可是今天看到的是另外一個 由國家設立的公共媒體華視 也因為這個提出的優離案 打算減少80名能力而遭到了工會的抗議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則的新聞 新英美對策 新英美對策 裁員當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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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議華視港會代表在大門口一合抗議 不斷華視經營團隊 替黨的能力減少計劃 表明上看到要優退80人 但屬實上如果沒有申請優退 將來有可能讓台灣 竟然完工不要竟然吃喝酒 我們不希望員工受到壓迫之後 我被迫選擇優退 那現在就是說資方在後面有一條皮鞭叫做資遣 這個資遣難保就是員工會心生恐懼 工會代表批評 華視臨屬成本黨的檢查 但是這十二年以來 華視換十個總經理 無法接受高層經驗不勝 順利基層來開桌 他講的理由是因為說 華視要華麗轉身 華視要走向未來 我們沒有辦法接受原因 因為他沒有提出來說 他的新美的政策是什麼 大家有580人的華視 目前了解已經超過自本押一半 總經理爭鋒加基礎 華視自己製作的節目減少 不少人能在那裡 拿出優體 是希望太久更新 更發力力 專程導致新媒體發展 我們養很多行政人員 但是我們的做 真正做一次人 有創造業績的人 卻相對少 所以我們還要做組織的調整 改造 那新媒體是一個不可避免 而且所有人都在做的事情 曾豪加強調華視過期 要提出到優體減肥方案 刷定減二十人 效果不好 如果沒有效果來 很減能力 讓華視專行 他說是對不起自己的工作 未來如果優體人所 不會到八十人 是不是電腔主権 曾豪加標示 沒有白度 但人所還不會確定 工會代表重心 並不是反對優體 但他們反對變成財源 若果知道沒有割到 萬港的環境 他們一定的專翁 隔頭空氣 記者臨前面配合作 大家報告 這則新聞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 工會的員工 當然非常擔憂的是 這樣的一個優退優離 會不會在人數 沒有達到八十人的狀況之下 造成的其他人 有可能被優退 被優離的這種情況 我們當然了解到 工廣集團的 包括公司在內的員工 可能在人事的比例上面 非常高的這種比例 甚至超過了50% 但是也許在考慮到 人事精簡 或者是在於 所謂效率的同時 怎麼樣讓員工 有一個充分去尊重 員工的意願 而且再提高更好的 這種所謂的福利制度 恐怕是在處理人事案當中 不可以去忽略的 這樣的一個面向 下一則新聞 我們看到的是 南鐵開發案的抗爭 台南鐵路地下化的議題 其實已經討論了 非常多年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則新聞 到底為什麼要來抗爭 為了到民進黨中央 黨部大門前抗議 反南鐵東移全縣自救聯合會長 陳知曉 帶頭向前衝 與警方爆發推擠 選擇在民進黨中常會 開會時候抗議 警方不敢大意 不只現場架滿層層圍欄 還有大批警力 抗議民眾根本無法靠近 只能在意見表達區表達訴求 喊著口號 貓頭指向行政院長 賴清德 多次抗議 南鐵東移案的陳知曉指出 先前賴清德 否認南鐵東移案 有任何土地開發利益 但他們取得關鍵公文 說明東移案可產生512億的土地開發利益 陳知曉認為若不東移開發土地寬度只有40公尺 剛好是地下軌道兩側的縣建管制區 嚴重影響開發利益 對此台南市都發局回應表示 鐵路地下化的土地都是台鐵所有 是否南鐵東移與商業土地開發利益有關 台南市都發局予以否認 但從鐵路地下化演變成大量徵收土地的東移案 也讓抗爭從未停歇 記者郭彩英正顧亮台北報導 南鐵居民 特別是所謂的反南鐵的居民 事實上一直要求政府能夠去召開聽證會 好好的去討論這一個有關於南鐵東移的事件 可是一直未果 所以他們其實不斷的抗爭從南到北 從北到南 在這次新聞當中 我們看到他們到了民進黨中央黨部抗議 可是像我們上個禮拜看到的是大官自救會的抗議行動當中 這些居民呢包括這些聲援者呢其實又被遠遠的隔離在這個他們抗議對象的這個地方 而且也被警方團團圍住 我們在上個禮拜都提到說台灣是一個尊重言論自由表意自由的國家 那民進黨政府或者是在蔡英文也提到說如果人民對他的執政不滿也可以去拍桌抗議 可是我們看到這些信誓旦旦的承諾或者是在這些政治的語言背後要抗議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困難 好接下來這一則新聞是有關於原本被判死刑案的這樣的一個議題呢 他遭到了這個無罪判貨判無罪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則新聞 接受家裡的郎憲輝在父親在這天蘇冰君終勝擔就出發一個大禮 幸好一千八千一千一千一千的無名 新來的感受是真心 其實我高興不起來 真的 我是一個清清白白的 煎熬了三十二年 弄成我一個家庭 我的事業完全都沒有 蘇冰君是在1987年 讓人只空遭遇他們的老 還有三年未歲 讓人破金十五年確定 蘇冰君不敢亂讓人官王一直在尋求修法規制 經過檢察總共四百幾千上手 檢察官四百財心行信 而且兩千年在到總統貸審了後 還以後蘇冰君還是無法接受 辛苦派就有罪贏 在幾年新清財心 總算成功 行為修法修行 頭一個 在到貸審了後再當財心的案件 在財心開店的時候 加蘇冰君審的洗顧過的十部人 宣言說是給警方犯救 才會把蘇冰君投入水 連公司檢察官也認為最近不夠 主張應該要打沒罪 講人在撤北是打過蘇冰君沒罪 而且這次就是因為警察不懂出口 檢察官慶貸辦案 還真心到最高歡迎 無情到無罪推電完結 才會造成完案 本月在此 要對蘇先生 以這段時間來 所受的苦難 表達同情跟不捨 在到貧寬之後 蘇冰君是一直老百歲 因為讓人無罪審案 她是起到輸了 還有平靜的生活 家裡的人警察不懂 她當年來頂受的痛苦 真的是很痛苦 小孩子都小了 一夜之間 家破人山就抓了不願無辜 清清白白抓去就尋求就打 我也不知道 到底抓去 我要去報案 家事發抵抗30萬年 總算等到沒罪破罐 因為蘇冰君沒給人記了 也有去桌到給人 若是讓人破罐沒罪確定 給黨來頂親 幸福保守 記者綜合報導 好 不管是蘇冰君或是林金貴 他們其實都在監獄裡面待了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那在最近的這個法院宣判的結果是這個無罪 那我想是不是真的有罪或是無罪 恐怕也不是我們能夠去斷定 而是要交給這個司法來去做這個判決 這就是這個禮拜的關鍵新聞 ugly 走吧 黑皮膜